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说没有自己还不够花呢 别人说有些人会跟我说说 哎呀我一个朋友正好是你的粉丝 出来一起见个面吧给我个面子 我说我不习惯跟陌生人吃饭 你看这种拒绝就显得非常的生硬 估计啊你们两个的友情的小船 可能已经说翻就翻了 那怎么样去拒绝呢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方法 就是每次拒绝都要把责任归到自己的头上 顺便夸奖对方一句 还是刚才这三个例子 你比方说同事跟你说晚上一起吃饭吧 那你怎么说呢 你说哎呀我也好想跟你们一起去吃饭呢 可是我今天晚上还要录制视频 我这个人啊我就觉得我时间管理的特别不好 每次第二天要发的视频都要拖到前一天很乱才录下来 哎呀我就特别羡慕你们这种效率高的人 你们先去吃吧 你看嘛说自己不会管理时间 不像人家效率那么高 所以没办法和他吃饭 是不是听起来就让人很舒服呢 第二个啊 比方说有些人管你借钱 那我可以跟他说 我说天哪 我说别提了 我说我现在账上啊就剩2000多块钱了 人家上半年股市好 买股票买基金都赚钱 我就没有这个投资的脑袋 买的股票基金现在都被套牢了 别提了别提了 你看嘛对吧 说自己不会投资啊不会理财啊 所以没有钱 人家不光是能够理解你不借钱 说不定还觉得你怪可怜的呢 对不对 第三个 比方说有人说 哎我的一个朋友是你的粉丝啊 要跟你一起吃饭 那我可能就会跟他说 我说我呀 我跟你说 我跟陌生人真的不会打交道 你看着我在镜头前侃侃而谈 但实际上我见了陌生人不知道说什么 然后就一直沉默就很尴尬很冷场 人家就会觉得你是个很高冷的人 你肯定特别看不起我 我说反而啊 让人家心里很不舒服 我要去了啊 让你也会很没面子呢 我说我可羡慕你们这种 就是与人交往啊 又会说话 又八面凌容的人了 要不然下次人多了 咱们一起去唱歌 这样的话我就不用多说话了 你看嘛 把自己的这种弱势 把自己的这种责任都承担起来 然后再夸对方一句 这种拒绝 别人听着是不是舒服很多呢 如果大家喜欢我这段内容 欢迎大家点赞收藏 分享转发 有什么话在下面给我留言 请不吝点赞收藏